我最近想要找一個工作 可是因為疫情現在這麼嚴重 再加上我都不知道自己適合哪種工作 我到底該怎麼辦 您有經歷過剛畢業求職困難的窘境嗎 找工作不僅是社會新鮮人最大的課題 同時也困擾著許多的民眾 加上近期因為疫情影響 導致工作尋找不易 對此桃園市政府推出多項方案 期望要協助民眾就業 我們桃園市政府投入了很多的資源 在輔導年輕人就業 如果就業上遇見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們提供很好的心理輔導 那我們在13區17個據點 建立了社區的心理衛生中心 那這些都是可以提供免費的資源服務 除了這個以外 那中心的電子留言板 也可以隨時回應各位青年朋友的需求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青年安心站的方案 那麼每個月的媒合薪資 能夠達到兩萬八千元以上 那希望共同來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 有些民眾在面對工作壓力時 會選擇上網放鬆 不過長時間沉浸於網路世界 反而可能會影響身心健康 有鑑於此 市府透過在就業服務中心等地方提供專人諮詢 藉此幫助民眾面對壓力 在13區有設了17個站 那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我們跟這個站聯繫的話 我們大概會預約一個諮商的時間 就面對面跟心理諮商師或臨床心理師來聯絡 在一段疫情期間大概有105個人 因為這些工作壓力來尋求這樣的一個協助 其實不過回過頭來 其實很多青少年朋友他們會 因為對於自己未來的一個茫然 然後就會更自己沒有自信 所以剛剛才會特別提到說 其實我們青少年朋友要如何陪伴他 創造自己的生命意義 當你自己可以願意去創造的時候 或許很多事情都會變得有可能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 民眾求職相對不易 而桃園市政府為了促進青年就業意願 與心靈福島協助 不僅推出青年安心站方案 同時也在全桃園17個就業服務據點 提供專業的質疑福島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記者網路軍團報導